这样造中国的谣 连五角大楼都实在看不下去了 美国媒体这样一则 有关中国的大新闻 真让人吓了一跳 说的有鼻子有眼 说的你不由不信 说的你更为中美关系捏一把冷汗 美国华尔街日报 是美国财经第一大报 6月8日它的这篇报道 大致是这样的 1.熟悉高度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透露 中国和古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 中国向古巴支付数十亿美元 在古巴建立一个监听站 2.这个监听站距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仅100多公里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 这将让中国能够从事通信情报收集 包括电子邮件 电话和卫星传送等 这是北京针对美国的最新一次 鲁莽的地缘政治挑战 3.这让美国官员大吃一惊 但拒绝证实或否认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泽说 美国正在密切监控此事 会采取行动反制 但美媒声称 无法确定 拜登政府怎么来阻止这个监听站建成 4.当然 华尔街日报还为中国辩护 认为一旦美国公开指责中国 那中国可能会争辩 在古巴的监听基地是合理的 因为美国也在靠近中国的地方 从事军事和情报活动 你看 一则新闻中 几个W都有 有所谓熟悉高度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 没有姓名 有指名道姓的美国高级官员 还有自己的合理化逻辑推断 我们都是这样对中国干的 那中国这样干 也完全正常吗 有意思的是 该报还引述一位叫辛格尔顿的专家的话说 设立这一设施标志中国更广泛的国防战略 进入一个新的升级阶段 有点是改变结局的事情 选择古巴也是有意的挑衅 一盆脏水泼向了中国 有鼻子有眼吧 不由很多美国人不信 不少美国人的第一反应 果然很愤怒 但这是真的吗 这一次 五角大楼也实在看不下去 亲自出来打脸了 6月8日 五角大楼记者会 针对这个问题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莱德准将的回答很明确 这个报道 我可以告诉你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 它是不准确的 我们没有察觉到 中国和古巴正在建立任何的间谍战 另外 我想说的是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持续关注的 我想说的是 正如你已经多次听到 我们说过的那样 中国在我们这个半球 和世界各地的活动 任何令人关切的活动或事情 我们都将继续关注 有记者还不死心 继续追问 你是否看到中国在古巴建立任何军事基地 或者是否有任何计划这样做 就像我们在该地区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目前 我们没有察觉到任何基地 意思也是很明确的 一 华尔街日报 你这次真是在造谣 二 我们掌握着一切 如果中国在古巴这么做 我们肯定都知道 三 至于中国在古巴建立军事基地 确实没这回事 虽然对中国也有各种指责 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这次表态 还是值得赞赏的 毕竟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军国大事 假的硬说成是真的 太离谱了 太缺乏底线了 那问题就来了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也算美国大报的华尔街日报 为什么要造这样的谣 不排除三种可能性 第一 就是想破坏中美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 中美官员又有所接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态 要尽快去中国访问 在访问前夕这个时间点 突然放出这样大一个爆料 真的只是巧合吗 不排除有些美国人 就想破坏中美关系 嘿 真够嘿 第二 意图重演古巴导弹危机 大家都知道 上世纪的古巴导弹危机 差一点引发美苏之间的核战争 现在造谣造到古巴头上 而且牵涉到中国 自然也牵涉到美国人的敏感心理 你应该清楚 有些人的险恶用心 哼 真够狠 第三 把中国想成美国那样坏 这一点 说实话 有点哭笑不得 美国人的逻辑 我们就是对中国这样干的 中国为什么不在古巴这样干呢 但如果中国这样干了 我们美国人肯定不干 霸道 真够霸道 但很可惜 所有的指控 都是建立在莫须有的基础上 以至于五角大楼都实在看不下去 干净利落地进行辟谣 所谓的古巴监听基地 完全是一派胡言 华尔街日报 脸被打得啪啪响 一家本来还挺让人尊敬的财经大报 现在这样下三烂地造中国的谣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专业性在哪里 真实性在哪里 到底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 这个世界没有最无耻 只有更无耻